演唱一首经典的歌仔戏曲 搭配上眼神身段 一出场就吸引众人注意 他是知名戏剧艺人杨怀明 这次获邀到后立起民学校举办座谈会 不仅展现宝刀未老的戏剧身段 还以过去的人生经历 勉励伸张朋友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你无法预料有一天 你所做的那件事情 在未来它可能会发光 这是一件所谓的五星插柳 那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有高潮有低潮 那我们在低潮的时候 我是碰到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它 那这是跟大家分享的 尤其其实很多孩子是看不见的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孩子重新 去感觉到另外一份的光明 出生在外省家庭的杨怀明先生 当初为了演好歌仔戏 日以继夜的练唱学武打 还特别翻台语字典来学台语 靠着苦毒磨练 最后成为电视歌仔戏史上的首位男小生 人生经历非常丰富 再加上近年来参与流浪动物保护颇有心得 他也特别和身杖朋友聊起照顾心得 其实动保呢涵盖的东西很多 其实最主要的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说 尊重生命 不能因为这个同学你不喜欢 你就去揍他 你就去欺负他 那同样道理 为什么你可以因为路上你看到一只狗 一只流浪狗一只猫 你觉得我不喜欢狗 你就拿热油拿热水去教这只狗 把那狗弄得骗底鳞伤 你有这个权利吗 我们对于生命是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传导这样的一个观念 尽管现在杨怀明已经渐渐淡出荧光幕前 还是不忘情戏剧 从唱枪咬字等细节一点都不马虎 而校方也表示 透过这场座谈分享会 除了让大家了解到杨怀明丰富的人生经验 也让全校师生都上了一场难得的神明课程 据演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